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劉威林,欢迎收看今天的南岛新闻 这里有榜山,第二波兰会,南岛管政府马上三博 巧克力咖啡摄将在10月28号至11月7号 在保里好行文杂区来基盘,12号基盘记者会 关注到很多贵宾设施产物,邀请整个民众告诉 要来到南岛观光路由 一今年山基盘三年的南岛巧克力咖啡节 到过去不同的时期 近年外党和地亚波兰会分开,就在串基盘 为止到咖啡节,外党更加豐富度玩 透过三点多公顷的场地,还有花海的设计 包括超过50摊在地咖啡 还有包括我们巧克力的朋友们 都是我们当地最好的巧克力商 还有咖啡的朋友们呈现给大家的 这次的活动从10月27号开始 是我们的市云印,一直到11月7号 转贯为期有12天的时间 那俗人呢,我们的12个展区当中呢 会把我们所有在地的精品的咖啡 还有我们巧克力不同的一个设计呢 他们的巧思都推荐给朋友 我们的咖啡应该是属于我们全国的 就是南投县应该是属于我们全国的咖啡 产量最大的地方 那经过这几年推动,我们也略有盈气 像这几天,我们国信乡公所就在举办 全国的咖啡烘焙赛 那也来自全国72位的咖啡 来我们国信乡这边参赛 那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样子巧克力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殖民度更打开 让世界各国的人都知道说 我们南投的咖啡是全国第一产量 也能够以后像我们的茶一样 可以办一个世界博览会 今天的记者会 也有很多贵宾产物 都有的议员 昆天南投广经会用心 也要请民众 到时来保里参加巧克力的活动 狐狸跟我们的人爱 其实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巧克力的庄园 跟我们贩售巧克力的 这些非常有名的店家 像我们的尼娜巧克力 我们的十八度西 还有我们的香草骑士 其实在我们的巧克力的 非常知名的地方 就在我们的府里 所以谢谢我们南投县政府 有想到 在我们的巧克力跟咖啡 到我们的产地 到我们最有名的 这些店家的聚集地 我相信一定会办得更好 南投县有三大金鸡母 茶叶 咖啡 还有我们的巧克力 那我们茶博 茶博在刚刚风光的结束 在人数 然后还有在交友上面都创新高 那相信我们把我们的咖啡 跟我们的咖啡 跟我们的巧克力 移出来到我们这次的 新的观光景点 福星温泉区 我相信会再创一个 新的 温泉的一个高峰 我以为高先生好朋友 一起来到我们的 福星温泉区 然后来参与 这么精彩 有趣的活动 那也 刚刚鲁阳医员有讲到说 我们民间商这个可可的种植 也是相当的有名 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 有空的话可以多多来民间商玩 那我们这次我们的巧克力 在十月二十七到十一月七号 那也欢迎大家一起到南投县 记者会也邀请到 我们到关公大塞 高曼荣 巧克姐 我从歌曲創作人 以及刚刚后的小动物 来到现场 为何人今天没救人家 来到了普利 附近又有鱼池跟国姓 都很欢迎大家来 你有善进活动大使的身份 那你昨天据说有去那个球场 帮我们宣传 有要不要好好宣传一下 因为我现在有另外一个生 坐一下坐一下 中信兄弟大夫 喔喔喔喔 難怪今天这种青春养力 巧克姐就到我们的 洲际棒球场去快晒 蛮开心 因为能够为家乡付出 我觉得是一件蛮荣幸的事情 其实在去年 在拍巧克姐的MV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原来南投的巧克力跟咖啡 这么有特色 然后今年再去拍的时候 这次MV里面有拍到星球巧克力 然后这次我拍完 马上把整盒吃完 真的超好吃 李康尼莎 巧克力咖啡摄 在10月28号 到11月7号 在布里 好行文杂区基盘 除了有1000人的手冲咖啡 以及行刀的外丹 今天有第一名的结人 应该派对 欢迎大家做回来参加 继续来订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